郭先生在年除夕到珍珠芳一家手机店买手机 当时他看中了一款打折后只卖240元的手机决定买价 不料店员在收下现金后却指郭先生不是会员 不能享受折扣 需要付原价700多元 还说必须用转账卡多付20多元会员费才能享有优惠 他说这卡能不能用还不知道要刷懒吃才能知道 后来我再次吹空间刷了懒吃 都没看到这个数目 第三次我刷款的时候已经看到上面是 他刷掉2250块钱 后来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是22块5不是2250块 后来我叫他再刷给我看的时候 他说这个机器已经出去购装了 郭先生事后请朋友留在店里 自己到提款机查看银行户头 财经觉被刷了2250元 在这同时 店员将另一款手机塞到他朋友手中关店离开 郭先生在当天报警还告上小额赔偿法庭 出庭日期定为2月10号 记者下午也走访了这家手机店 但店员表示对事件一无所知 2260块钱应该是他今天没有来人 应该是没有来 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可能会在旁边听 我也不清楚 据了解 这家手机店在去年10月 已被消协列入黑名单 消协和珍珠方每月都会公布 遭投诉商家的店名 提醒消费者小心上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